哈喽我的观众小可爱们你们好呀 我是三金 今天要跟小可爱们分享的 是一部女生看了会心跳 猛男看了会落泪的七月新翻 骚乱时节的少女们 严正警告 使用本视频需要 躲开父母回到房间插上耳机 敲敲看 某高中的文学社内 五个少女正面露羞红的坐在一起 唯独关于SEX的文学作品 只是大家的心境都各有不同 小花级别的美少女觉得人生苦短 SEX是必须进行探索 且做出尝试的 对以成为作家为梦想的少女来说 SEX是其创作的核心内容 而平凡的和沙 则由此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因为关于SEX的信息 一旦被大脑接受 和沙就无法自制的开始思考 联想相关的信息 甚至达到了无法直视妈妈做的 猪肉味增汤和凉拌黄瓜的程度 大感觉这已经严重影响了 正常的生活 然而一同困扰她的 还有与她从小一起长大的邻居 全 全在学校里出乎意料地受欢迎 可平民无奇 甚至有些土的和沙 让人完全不能用青梅竹马 将他们联系起来 和沙也因此 受到了一些女同学 充满嫉妒的嘲讽 这天妈妈做了饭 让和沙给全送去 别扭地打过招呼后 和沙呆呆地看着全吃饭 她总觉得 全还是和小时候一样 只是人长大了而已 想起小时候玩水 还曾因一起搬成 传统发机的造型 把两位妈妈吓得不轻 恍惚地回忆被全打断 因为满脑子都是关于SEX的事 和沙的烦恼更深了 隔天和沙又去送饭 这次没人开门 门又没锁 屋里还大声地放着音乐 和沙便静止上楼 到了全的房间 门依旧没锁 然后 喝沙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 躺着眼泪以百米冲刺的速度 跑到了大街上 结果她还是摆脱不掉 因为满眼都是淘粉色的提示 她绝不相信 刚才那个是记忆中 天真阳光的拳 而且 大哭一场之后 两个人的关系就更僵了 而后在好朋友的帮助下 和沙终于认清了 她对全的感情名为喜欢呀 放学回到家 她想问爸爸 男孩子是不是都喜欢 黄头发的妹妹 啊不是 男孩子都喜欢什么样的妹妹 只是还没问出口 就被前来蹭饭的全拦住了 全以为和沙是要说那件事 便想靠左右反复晃动 清楚掉储存在和沙大脑里 那段羞耻的记忆 和沙也想通了 其实他们两个之间 全才是最尴尬的那个吧 当天晚上 全没有留下吃饭 就逃走了 然而 刚刚才确定了对全的心意 全就被别的女孩告白了 全说自己没有喜欢的女生 回答的却又莫领两可 和沙对她自认为是拒绝的说字 十分不满 便冲她发了脾气 两个人的关系 又向冰点迈进了一步 而后的一次机会 和沙被拳的妈妈 叫到家里吃饭 拳不在家 妈妈便请她帮忙 去拳的房间 拿一下番茄酱 那天发生的事 还历历在目 不过和沙还是硬着头皮上去了 在拳的桌子上 和沙发现了一本 被伪装的很好的 嗯 的动画片 这时突然传来了 拳上楼的声音 说是迟那是快 和沙一瞬间 拿起番茄酱 超级小碟片 一路想跑回了家 可实际上 她也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要拿回来 好啦 关于和沙的故事呢 三斤就先说这么多 其实三斤只是选了 文学社的几个女孩中 和沙的故事来说的 关于SEX的这个话题 三斤认为 大家也不用觉得不好意思 尤其是未成年的小可爱们 只有正确的认识她 才能正确的面对她 从而在心里 建立起一道 坚不可摧的防线 避免发生不好的事情 你们说呢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 喜欢三斤的话 不如点个收藏评论 推荐投币 转发超级无敌 喜欢 再走吧 爱你们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